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月薪高达15万 创业后也是15万 不过是年薪 前半年一天营收都只有一两千块 但两个人没有放弃 而且为了让太太刷机票回英国 两个月时间 先生只吃烤麻铃薯果腹 也没有让太太知道 夫妻俩互相扶持 对未来保持乐观 一步步达成梦想 鸡肉可以吗 时间到了 可以吗 大火忙进又忙出 端出一盘又一盘充满一国味的料理 摆盘精致 香气四溢 全都出自这位 个头娇小 甜美可爱的英国主厨 我觉得英国最好吃的东西 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家 妈妈的味道这样吃 英国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可是可能台湾人去英国旅游 他们可能吃不到了 就是因为 就是我们英国每天 为自己煮东西 阮庭安的好手艺来自母亲 年轻时立志成为一位厨师 就读英国林肯餐饮学院 以第一名优秀成绩毕业 任何料理都难不倒他 我的梦想就是 我可以就是把 最传统的英式料理 就是带给台湾人吃这样子 希望可以改变一下 他们的那个影响 不过就是炸鱼薯条 知道红遍全世界的炸鱼料理 是英国家常菜 虽然做法简单 勾魂的味道关键就在这 我原本吹台湾啤酒 我们喝喝看台湾啤酒 味道不够重了 因为英国啤酒真的是重口味的 就是没有这么 没有这么那个味道了 英国人就是 应该是每两个礼拜一次 我也吃一次我觉得 因为像台湾人是鸡排 偶尔你闻到那个味道 你想吃这样子 对 裹上面粉放入油锅 炸出逼人香气 配上新鲜酥炸的马铃薯条 这就是他心中的英国日常 因为我们英国人每天 我也下班自己煮东西 就是礼拜五你可能好累 你下班 大家就是会去那个炸鱼薯条店 就是排队很久了 就是买炸鱼就为家吃这样子 酱料摆盘都很讲究 简单里藏着深深的思念 希望大家吃得出 从千万公里之外 带来台湾的心意 旁边就是我们有两个酱 一个是手工做的叉叉酱 还有青豌豆泥 那个就是为解腻这样子吃 我完全没有想过 我可能可能以为我就是会 就是一直在就是打工 对 我没有想过了 没有想过了 对 未来台湾开餐厅 全因为一趟旅行 先生与他偶遇 追入爱河 闪婚 更决定在台湾生活 在忙碌的工作节奏中 阮庭恩渐渐发现 自己离主厨梦越来越远 那时候我教英文可能一年多了 然后我真的很想念 因为那时候我不会讲国语 所以我觉得我去一个餐厅 上班没办法这样子 我让他们就是 怎么说 我印象到他们 对对对 然后一年后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好想念 真的很想念 我一直要委屈餐厅上班 然后他就说 那我们就开餐厅好了 那时候我有一点害怕了 其中他特别想念 这道炖肉料理 红酒炖煮牛角肉和蔬菜 放上马铃薯泥和起司 是英国妈妈的招牌菜 只有在家才吃得到 只是让我相大物 觉得有点像台湾的卤肉饭 这样子 对 就是假酸味 这样子吃 对 然后你只是 可能就是如果你只是 想到家里 就是想到这道菜 这样子 不舍太太远离梦想 健身成为圆梦关键人物 放下外商银行工作 开启路边摊小吃 我的梦想就是一直想要 想要创业这样子 对 从18岁开始就觉得 一定要人生一定要创业一次 他先鼓励我吧 他说 那如果你真的上班不开心 你就工作就死 没关系 那反正他就当英文老师 那家机他还负责就好 当时生活辛苦 为了让想家的太太 能回英国探望家人 他还不惜牺牲自己 令萊婷感动不已 然后后来就发现 他就是可能几个月 每天只吃我们店里的食材 还是每天只看马铃族 那我也知道他不太喜欢 只看马铃族 他一直要省钱 熬过刮光下雨的日子 终于攒到一笔开店基金 各个角落都是精心设计 走进店里就像是回到英国 很开始其实我们是蛮简单的 然后就是好像每一年 就是从英国回来 就是拿一学校东西 可能觉得那个很适合店里 那样子 对 就像他就是跟他在一个 就是他们去英国的感觉 很多客人是可能以前在英国念书之类的 很多人希望就是顾问说 以前我在那边认错老公 还是他们去那边念书 时间梦想的过程 他卯足全力 花了些时间研究菜单 特地把传成三百多年历史的料理 完美复制到台湾 一场英国传统味 对 没错 我们非常喜欢这种香料的 对 而且冬天我们可能多加 那个豆蔻 肉桂之类的 因为英国很冷 所以就是为了就是为了让我们的 让我们的身体比较温暖一点 对 原本我就是做个英国一样的那个口味 就是比较甜 然后发现很多台湾人可能吃得不太习惯了 对 本来台湾的时候我就是 我就去那个有一些餐厅 我就是为了打眼包 我就不习惯 对 没错 还是加了酱油 很多酱油 水煮蛋裹着绞肉 包住满满心意 形状比拳头还要大 一个人根本吃不完 这股好气就是英国人的风格 成为桌上菜肴的一大亮点 经过高温油炸 外皮金黄酥脆 为了让台湾人适应口味 特地在小细节做出调整 不失传统 反而增添口感 当然台湾人可能觉得有时候太重这样子 所以我没有刚才那个方式 可是我就是要稍微调一下那个甜度跟咸度这样子 完美的横切面 层次分明 滋味丰富 这间店圆了夫妻俩的梦想 而背后却是用了超乎想象的代价所换得 原本我觉得是不是脆步了 我本来台湾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是有东西不好吃 后来我就觉得 没有 文化不一样 我们吃的习惯也不一样 开店初期 生活每一天都鲁铝薄冰 光是口味就花了些时间做调整 还得担忧日渐增多的负债压力 那我们是属于比较不会气化的 就每天就开了再说 开了再说 初期大概是这样子 前面半年是大概都是亏损 所以很烂对不对 对 大概都 大概一天都做一两千块这样 一开始你会嘛 对 就50啊 10万 20万 30万 40万 50万 然后到100都没有感觉 这个是因为那个奶油要冷的 然后你要慢慢做的 那个会影响到那个食堂的口感 如果那个奶油是热热的那个食堂 我也比较像蛋糕 辛苦过程经过细细搅拌 才能变成期待的模样 超乎常人的信心和毅力 小店不但经得起考验 夫妻俩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谁的信心喔 差不多吧 你觉得 我觉得Amy呢 有吗 因为你看钱看得很淡 我没有感觉 我完全没有感觉 可是我们很有 信心 对 我们可以啊 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 对不对 放烤箱的时候 它就是会蓬跟那个模子一样 大概五公分左右 坚持终于看见成果 甚至多了意外收获 原本以为四康口味太过频繁 没想到竟然深受台湾人喜爱 成为热门甜点 我发现在台湾很多地方 就是卖从莓过来的四康 可是英式四康味比较松软 就是可能上面脆脆的 里面有点像蛋糕的口感 五公分高的四康 无一样吸睛 配上果酱和奶油提升口感 在纯粹里增添一股新滋味 打开它的新视野 谢谢我们的队 我觉得 因为有时候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处理 可是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팀 有很多很厉害的人 那最近就是发现很多人说 那个酱一点太咸了 对 因为就是英国人习惯 就是比较咸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 调一下那个咸度了对 有没有客人说什么最近 这份单纯与坚持 带领夫妻两前进 还有这群功不可没的战友 过去人沟通时 可没这般顺畅 总得用尽全力表达想法 我可能学SOP 用Google翻译 然后他们很多想要没有看过了 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有点辛苦 因为我要讲不太出来是什么东西了 几年下来练就一口流利中文 也孕育出这道结合英式和台式的竹乐牌 味道浓郁 肉质软Q多汁 多跟台湾的师傅聊一下 就是了解一下台湾人比较喜欢怎么样的口感 要加酱吗 还是要咸一点之类这样子 就是一个大的学习我觉得 他就是帮我想到一个新的酱 那就是把那个东西 那个热排之所以比较有滋这样子 那我自己很喜欢吃的 开店至今许多事他都亲力亲为 一人主管料理 一人负责营运 夫妻俩合作无间 开了一间间分店 然而他们依然保持初心 我没有到乡那么多 就是最想要的是台湾人喜欢的英国东西 台湾人真的很棒的地方是 他们很会介绍别的国家料理的 他们不怕就试一下 客人是他们心里最大的支持 每道菜断上桌 拉近与客人的距离 更爱上这块土地的人情味 是不是台湾人的优点 他们真的没跟你说为什么 英国人太客气了 台湾人真的很比较直接了 你问他们的话就说 你真的太甜了 那个菜怎么样怎么样 吃那个味我们可以进步比较快 走过这一路艰辛 过程有无数挫败 靠着一颗单纯的心 还有彼此的依赖 客人满意的笑容 就是最好的回馈 也能抬头挺胸 开心过每一天 事业稳定了 妈妈就不会担心 而且会觉得很骄傲 就是说 做得很好 可是当下会很担心 就怕你吃苦 对啊 他就是要你过得好 很重要的 有时候你就是可能 没有怎么信心 没有怎么自信 还是你就碰到一些 比较困扰的事情 不管是店里 还是自己的生活 然后就觉得 他也一直会支持我们 自己的心灵的东西 先稳定好 对 蛮重要的 蛮简单的 可是我觉得 也是还蛮重要的 对啊 走过用心血和泪水的苦路 全都化作一道道美味佳肴 温暖美味饕客 嘴里还能尝到 勇往直前的动力 尾韵还带着 坚不可摧的信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